以前只要出國 幫你帶個東西回來 這已經變成一個慣例 我覺得自己印象最深刻是 所以很喜歡你出國 對啊 有件最深刻的是 背景城市那時候都是陸續在影展 我就一定要出去 幫你買東西這樣 我知道附近有一個店 就買恐龍啦 因為那時候你是恐龍旗嘛 很羞恥耶 在那邊開玩具櫃 大工程 恐龍還在耶 恐龍還在喔 有點倉庫嘛 對對對對 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這個會翻啊 對對對 會動喔不會吧 不會拔 難說喔 難說喔 真的不會弄 好可憐 這應該有點精彩喔 日幣 日幣耶 這應該還可以用吧 這希臘喔 這是希臘嗎 應該希臘 反正字看不懂就是希臘 好可愛 這好小 厲害啊 去過這麼多地方 瑪瓦 這是給爸爸的 謝謝恐龍 這是畫媽媽 還有注意到媽媽有智 不是智 而是酒窩喔 這是爸爸 你有青春痘 這蠻有意思的耶 這個是你的字喔 武林先生畫的小豬 第一次有型的東西 畫的是純錢的小豬 1985年11月25 黃昏 然後你是畫在我中央電影公司稿子的後面 都有什麼原稿 來喔來喔上網拍賣 這個續場真的還是很棒 是不是 成本啊不可能讓你拍 只會setting一個 你可以啊你就弄一個海關櫃台就可以了 靠腰啊那時候 你想想看你哪怕以前就是這樣 這樣寫了八九十個這樣 這麼厚的東西 幫你養大 你要充滿精力 是 是 斷七八糟的啊 咪咪生日陽明山啊這個 行天公阿公阿嬤大姑姑叔叔 欸這是我的字耶 我記得我還拍過你在玩的 偷偷偷拍的 拍你在玩恐龍 其實這橫跨的時間好像連 好像就是NY影展的後面 大概有接這個東西 這個如果真的可以 還可以看就在 威尼斯影展 紐約影展 如果那個人看 我覺得那是奇蹟 三十年了欸 我如果可以看我就馬上拿去轉數位了 這句話你講幾年了 你有沒有要打開啊 不是啊 這個小夾 這個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NY回來應該有 是你在玩東西 是不是看看 這是旅館裡面 你的旅館走到 因為我覺得這樣走到很像一部電影 那個什麼兄弟 鬼店 這是中央火車大 我們現在要坐火車 因為這不是在家玩 你打笑的 我背心 他跟我兒子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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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悲情欣欣 每個人跟你打殺呼 你看 你們真的很ㄎㄧ 年輕 不要再講年輕人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年輕的時候也是ㄎㄧㄧㄧㄧㄧㄧ的 我很討厭看到我自己 我何嘗不是 不是 你現在看的是以前的你 對啊 我就是在那種感覺 我現在早以你以前 你說你趕快到過去 不是但我看到以前的你看 感覺像是看到現在的我 會嗎沒有 你比較帥 那是一定的啊 除此之外還是還有別的 對啊 對啊 我這個時候你幾歲 37 37 你現在的歲數 78年啊 77 78年 對 哇 還那麼多 我想看 重點不是他們聊了多久 而是你真的 你也真的 還 還蠻有爛性的 對啊 不過你好好 不跟人家聊天 幹嘛幹嘛 一直拍 這也是躲避聊天的一種方法 講出來 大大啊 大大啊 沒有啦 那你就會碰錯了 我只是想看那個 你在玩狂龍 什麼陸地 陸地 陸地是哪一種 誰告訴我 太空陸地嗎 可是我其實剛剛看到的是 你們在紐約 在那邊聊天那個 嗯 我也會想 欸 如果那個時候你是 我現在的朋友 我們到底會 聊什麼 嗯 或是那時候你對 你的這個工作 對於社會 對於世界 或是那時候你對 所有的那些感覺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 有時候很多事情 就像 你那個 這些那些事出版 嗯 我是把那本書 就是我工作完 回房間 我一天只能看一片 因為 因為你的工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那些事情 你並不會 你從來 很多也沒有跟我講過 很多那些 微小的 微不足道的故事 可是其實 我是藉由那些東西來認識 認識 認識你 其實我還是很記得 小時候你常常 因為你在家裡寫劇本 然後 你有時候會說 我們去哪裡走走 然後就開車去 北海 你可能不知道 我 我現在有時候還是自己會去 不會啊 我真的還是常常回憶啊 嗯 我說我自己會說這件事情 那我不知道那個是 一種面懷呢 還是一種崇拜 還是一種 可能是因為 你有在創作 而且你把你的生命 融在你的創作裡面 所以我可以藉由這樣子的東西 向你更貼近 想不去 你 哪裡 我好大 我好大 還有 還有 我剛剛講 今天 我拍到你的雞雞了 走 Ally 不要拍 媽媽 媽媽沒事做這樣 人家不注意 然後沒穿衣服 我跟電話人家這樣子 這樣子以後就被別人的經驗了 這樣子就沒穿衣服這樣很噁心 沒人看到的話我們都會笑 很噁心 外面的微笑 你們每次看人家都會笑 老大,我們都沒有看到這個 嗯 這個很好笑 這個很好笑 對,後來我剛剛在看那一隻袋子的時候 我心裡面會很像感覺說 對,我那時候拍了很多東西 我會不會是也有一點希望是 你以後,讓你以後可以看到 說爸爸做過什麼樣的 去過什麼樣的地方做過什麼樣的事 交什麼樣的朋友 對,或者 或者說以後長大了你們也許 我們可以共同去回憶 我們曾經的時光 三十年後現在看我覺得 那種感覺蠻重 蠻濃厚的 就是記住某些時光 對,我從來沒想過現在在眼 在我眼前這個183公分的人 中年人 然後小時候那麼皮 小時候真的蠻可愛的 一直這樣想 對 對 時光 不錯 好啦,不要再一直用那種無念真事 一定要下一個那種抒情的結尾 就知道要斷一下會怎樣呢 不用每一個都下slogan好嗎 我想不曉得有沒有很多爸爸曾經這樣想過就是 當小孩子要出生之前 你已經準備好當爸爸 如果有人跟我這樣講 我覺得他一定在騙我 那我覺得我實在不一定有一個方法 可以教你 對,所以那時候自己給自己一個 比較像算是一個 現在寫文章可以寫成很偉大的想法 就是說 好吧,那我跟妳一起成長 就是 我們會以後遇到什麼事情 就一起成長 如果沒有你 或是沒有自己 沒有一個小孩跟著自己長大 我想應該是很大的一個邪憾 或是一個遺憾 這樣 謝謝 不要客氣 N�one 非常非常緊張 如果你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